來香港和廣州 還有戰江 計劃了去廣州 然後深圳再到香港 然後就玩一圈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我都是打算回香港 主要是想跟家人或者朋友追上一舊 就可能在十一 延後一點 因為多人 就打算錯風出行一下 接著會去三下 因為那邊陽光與海灘 所以就上去看看 目前已經在上海 因為我們鎖住了過來 和朋友一起去 最近浙江的一些小水出去玩 就是看時間短的話就在國內 如果有牆的話 我們會想鎖住 更親像於境外游 可能就沒有出去玩過了 我比較傾向的景岸遊 因為可以見一下古蹟 之後體驗一下不同的文化 大概五六天 因為通常旅行 出國這些都是這些時段 這些時間 當然是先把國內的大河山遊玩 然後再去國外看看吧 國內的話像一些比較熱門的 什麼雲南啊 西藏啊這些 西北 西北那邊 環線遊 然後沿邊 然後再是沿海城市 我會選冰島 然後可能是泰國 然後可能會再想去一下越南 一個想去 韓國的時候可以傳會 第二個想去風南冰龍 歐洲玩一圈 然後再就是去新加坡東南亞 以自己的收入為一個衡量的標準吧 就是敬意而為 但是也不會太委屈自己 我的消費觀就是 想在食那方面會著重一點 因為我個人就比較喜歡吃一些外國菜 例如泰國菜我就非常之喜歡吃的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是吃多一點之後 看多一些美景 打卡都是這些的 我可能會比較注重在玩方面 就是體驗那些景點 或者是吃東西 住宿就沒什麼所謂的 其實都OK的 正常就可以了 我會比較願意在吃的方面多買一點 會自由行 但是也不會重有 對 因為你不得出來旅行 我們會希望整個過程舒適一點 但是可能會去自己做功課 然後不太理想一下 這些地方不太考慮會更快 一般是自己做好公園 然後在自己能消費的一個學生 直接傳奇消費 能感覺到不同的一個文化 或者是他們的一個生活觀 希望身心都得到一個比較好的釋放 因為上班壓力大 去旅行其實是為了釋放壓力 感受一下其他地方的風土行情 感受一下他們的生活是怎樣 再來囉 那 再來 謝謝 謝謝 謝謝